石门地区的孩子今后不用在大牢圆的跑到城市里面 才能够找到游玩的地方 因为新北市员郑宇恩在今年10月份为他们实现了这个梦想 也就是打造了一处共荣式的游戏场 让大家可以开心的游玩 为了要让偏乡的孩子有平等的娱乐圈 能够开心的玩乐 今年4月市员郑宇恩来到老梅国校 希望可以为孩子争取一座共荣式游具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了解学童社区孩子的需求 今年10月共荣游具终于验收完成也开放使用 今天市议员郑宇恩再次来到校园中关心学童的使用状况 希望孩子们可以开心安全地学习成长 大概半年前争取的这个共荣性游具启用了 那我们也很开心看到小朋友下课 可以有这么好的这个共荣游戏场 可以来活动活动筋骨 那其实很多的这个项目都可以训练小朋友肌肉的发展 还有他们团队合作 像是鸟桥市的荡秋千 就会有大年级的高年级的这个学长 帮我们低年级的小朋友推 那这个就是一个共荣游戏的一个用意所在 就是希望高年级跟小小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一起玩一起合作 然后培养一个这个互相合作跟团队的气氛 下课时间一到学生最期待的就是来到共荣市游戏场 从一层楼高的溜滑梯溜进游戏区 使用传声筒对话高低年级一起玩鸟潮式荡秋千 加上还融入在地特色 有风筝造型异象与船体造型摆荡游具 到处都是靠海玩风的老梅学童课堂上的活教材 也是孩子美术课写声的热门景点 共荣市游具我们知道它是适合所有的孩子来使用的 那像一般的孩子啊 还有一些其他特殊游戏的孩子 比如说身心上的孩子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的游具啊 它是非常多元跟丰富 那有几个比较特色 像比如说旁边这个是一个管状的溜滑梯啊 它是从大概一楼的高度这样滑下来 那非常的有趣好玩 也是目前最受我们孩子欢迎的游具啊 玩是孩子的基本的权利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游具呢 能带给小朋友很多的刺激 像是比如说身体动作的敏捷性啊 还有在人际互动的部分 还有一些其他大脑部分的连结 都会让孩子们越晚越快乐 然后越晚越开心 那在他的体能能够完全释放之后 他其实回到教室里面上课 会更加的仔细更加的专系 共荣室游戏常让不论是一般的学生 还是特殊学生都可以自在的玩乐 利用下课十分钟的时间释放体能 还可以促进孩子在课堂上 更加专注于学习 帮助知识的吸收 另外老媒共荣室游具 各个都充满多元智能智慧 如此也让孩子们都可以在游戏中快乐学习 记者廖平函 徐闷采访报道